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创建了第一个仓库和第一个Commit 这一次咱们要以建一个有模有样的静态页面 这样一件事情给大家再创建四次提交 然后在这四次提交当中 让大家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Git工作方式的习惯 它有个什么习惯呢 咱们在工作目录上修改的变更 首先咱们要先把它添加到暂存区 这个暂存区是Git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功能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暂存区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工作目录里面做了变更 对吧 假设你有其他的方案 那你不妨把这一次的变更先放到暂存区 然后呢再尝试着用另外一套方案 假如第二次的方案还没有第一次方案好的话 这个时候暂存区的东西呢就可以覆盖工作区的东西 所以说暂存区呢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呢 还是蛮有作用的 也就是它可以暂存暂存的意思 就是暂时的存放着 还不是作为一个正式的提交的 但是它已经被Git管理了 暂存区的东西呢可以 就是很容易的就被Git近一次的变成正式的提交 同时呢它如果不合适又可以回退 所以添加了暂存区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这一期就是说一个静态页面 为什么用四次提交呢 这个是作为一个课程的这个编排 我们希望就是后期呢会基于这四个变更呢 我们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发现 之前创建的这个Commit呢 需要调整 很可能会有说需要修改历史啊 或者说把这几个Commit呢进行一个整合 这样一个需求那么为后面的演讲呢 打一个铺垫 那么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静态页面 分析步骤 第一部分呢我们会从别的项目里面拷贝一个啊 index的文件和logo 然后呢再往里面添加这个格式文件 其次呢加上一个动画的文件 SquireJS的动画文件 最后呢我们还需要尊重版权对吧 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参考了Github上面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静态页面的尾部底部呢 会添加参考项目的这样一个信息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对吧 来熟悉Gith这块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要把项目文件呢纳入到Gith广里 通过本节的讲解呢 让大家对这个赞存区 以及怎么添加的过程呢 有个深刻的认识 好 我们来做演示 现在的工作路径还是我们之前创建第一个仓库和第一个commit的地方 我们就基于这个项目做深入的开发 好 那个index文件呢 在我们这个上一集路径material里面 把它直接拷贝过来啊 把它放到这个当前这一块的话 我们叫html文件 拷贝过来 然后logo文件 logo文件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image的文件夹里面的 我们就把image是呢 直接拷贝过来 拷到当前这路径 那我们看一看 现在是增加了一个文件 再增加了一个文件夹 再加文件夹下面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跟Gith打交道的话 经常要看现在的Gith工作目录和赞存区 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所以我们会用Gith status来看一下 这边提示说我们下面的这个文件 Gith以前从来没管理过 它告诉你untracted files 那怎么样把之前没被Gith管理的 变成Gith管理的呢 首先我们得执行add add后面可以加多个文件 包括文件夹 这样 填交进来了 然后status看一下 那这个提示信息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已经放到赞存区了 如果你认为它合适呢 就可以通过committer的方式 生成一个committer 那我们先验证一下 它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想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的image下面的这个logo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index.html呈现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是很简陋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给它美化一下 那美化一下 在这个静态页面的技术里面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css的文件 在添加之前 那刚才的这个变更 我们先把它创建一次正式的提交 叫做这样 简单一点 为什么要做这次变更呢 就是add index加logo吧 我们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 写一下变更的理由 就这样 那看一下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message的信息 然后这个就是作者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正式提交的这么一个ID号 然后把屏幕先清理一下 好 那么考虑到页面太简陋了 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参考一下 把css引进进来 我们看一下这块还没有文件夹 那我们先建一个 style是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再从别的地方 把这个style是文件的拷贝过来 拷贝到我们的文件夹路径下面 然后这样 然后文件名呢 直接叫style.css 好 然后看一看 现在我们这边多了一个style是文件夹 然后不妨看一下style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好 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看这个就是css的格式是吧 也就长这个样子 它对每一个html的这个element元素呢 进行了这个格式的设置 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看看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的路径是在style是里面 所以我们要退出来 退到副路径下面 再看一看 显示 对吧 在这个路径下面 就有一个style的文件夹了 那我们看看效果 如何 这个不出意料的话 加了css的这个静态页面 应该比现在看到的 应该更加美光了 我们把页面刷新一下 对 就长这个样子 那背景色是橙色的 我还是蛮喜欢橙颜色的 好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可接受的 所以呢 咱们也把这个添加到暂存区 把style是这个文件夹 及其下面的这个style.css呢 用git广力起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嗯 它提示我们 这个文件可以纳入到 正式的的版本历史里面去了 那我们通过committed的方式 再添加 为什么做本次变更 addstyle 我们简单一点 添加了这个格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 最上方的这个 就是新生成的这个committed 对吧 然后呢 它的这个就是committed的消息 叫addstyle.css 那好 我们现在的这个页面呢 估计还缺少点动画 不信我们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这边的话 我们期望呢 点这个上面的这个terminology的时候 术语的时候呢 可以下面呢 出现一列的清单 以后可以往这个术语里面添加我们学到的术语 然后点基本命令的时候呢 下面也会展示一些基本的命令 也可以往里面添加 它所起的作用呢 就是要点击一下上面的元素 然后呢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它添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啊 应该在这个路径下展示 那么会说 这个节约时还没有被跟踪 还没有被get管理 那我们切换到IE浏览器上面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我本来期望的是 比如说点这个terminology的时候 下面要有东西呈现 点basic commands的时候也有东西呈现 我们看一下 确实有了 这个动画已经有了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这个里面添加东西了 对吧 咱们学到了get的哪些术语 以及这个有哪些基本命令 就可以往里面添加了 那这个js可以被接受 于是我们就把它添加进去 添加到暂存区 然后呢 再通过committer的方式 把它加进去 写个变更理由 所以添加了js 对吧 然后get的logo 我们看一下看 那总共是readme 有了 然后index加logo 加这个star.css 再加我们动画 还缺一个东西 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啊 参考了gethub上面的 某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参考项目呢 也放到那个我们的index文件 静态页面的首页当中去 好吧 我们需要在这个index的尾部 添加点东西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直接把现成的代码呢 拷费进来 就是我们需要在页面尾部 添加一点信息 我们参考了哪些项目的信息啊 这样 这个是我们参考的项目 来自于gethub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看 左边出现了参考项目的这个信息 不过我觉得这个放在左边太难看了 所以我们把它调到右边来 那这个我们还是来通过编辑css 来实现 为了节约时间 咱们就直接从别的地方拷贝这个文件吧 先把它打开 跑到文件的末尾 这个是说要把缺省的这个type键 转换成多少格 稍微把格式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空洞 然后先保存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好的 这个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有了 那咱们的这个整个静态页面呢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现在末尾的这个参考项目也有了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把它存进去 存到给的仓库里面去 好 回来 这块OK了 那这里的状态呢 就是提示修改了两个文件 要把这两个文件 一块添加到暂存区 现在教大家一个新的用法 就是对Git已经跟踪了的这些文件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 -u update的代表的所有工作区当中 被Git管理了 已经控制了的这些文件呢 就一起提交到暂存区 用个-u就可以了 后面没必要把具体的文件名都写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状态 已经进来了 如果要把这两个文件做一个集合提交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Commit命令 把它创建出来了 我们说 add the referring projects 增加了这个引用到的项目的这样一个信息 清一下屏幕 截止到目前为止 静态页面已经完工了 我们看看总共生成的几个Commit 之前是readme 是我们的第一个Commit 在这后面呢 我们通过创建静态页面 初始的这个框架 加一个logo 外加呢 美化了一下 通过style.css文件 然后呢 还添加了一些动画 就结实的动画 外加把这个参考的项目的信息 也添加进来了 所以咱们的这个直线型的 对吧 就在一条分子上面进行开发的直线型的这个版本历史 已经完整的出来了 有五个 那么咱们回到我们的课件 把这堂课的内容稍作回顾 咱们通过四次提交 然后把右边的这个Git的工作方式呢 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四次提交了进行了加强 总之 咱们跟Git打交道 就要记住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工作目录上面修改的东西 最好通过Git这个ed的方式呢 先把它添加到暂存区 如果通过挑挑拣拣的这个文件的方式呢 合适了都放到暂存区了 比如说你修改了五个文件 这个五个文件都是为一个目的而做的 那当这个五个文件都修改完毕 OK了的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这个集合呢 做一个统一的提交 那么通过Git Commit的方式 把它纳入到Git的版本库里面 这样就正式的一个Commit就生成了 那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工作的方式 这个习惯是比较好的 就是先在工作目录修改 然后添加到暂存区 最后一个变更的集合 放到Git的历史库里面去 那么后面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解 因为工作当中有时候嘛 你会发现曾经取的这个文件名呢 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不合适了 还会存在需要变更文件名的方式 那在Git当中是如何去做文件变更的呢 怎么样做比较规范 比较有效率呢 那我们下节课进行讲解 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通过创建四个Commit的方式 把静态页面创建出来了 然后提到了工作当中的 有些时候还存在着需要把这个文件名 从命名的方式 今天为大家讲解一下 从命名在Git里面怎么样高效的可以完成 那么有Git经验的同学 估计会想到 你之前不是提到过吗 说所有的工作 先在工作区里面 工作目录里面进行完成 然后呢 再把它加到暂存区 然后再用Commit的方式提交 那从命名不是一样的吗 对吧 咱们可以在工作目录里面 把文件名从命名 那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先看一看 是不是可行 或者可行是可行 但是它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演示一遍 比如说今天我要把这个Readme 从命名 我不想叫Readme了 我哪天想用Markdown的方式进行编辑了 所以我需要把它命名成这个样子 那我执行这样一个行为 Git会表现怎么样呢 他说你把Readme给伤掉了 同时你又新增了一个Readme.md 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有办法的对不对 首先咱们把这个新增加的Markdown Md结尾的这个文件呢 加到暂存区里面去 同时呢 要把这个已被Git管理的这个Readme文件呢 还要从Git里面删除 怎么做的呢 就按照他这里提示的对吧 你新增的你就用Add 你如果要把它删除 那你就用RM这个文件 然后再看一下状态 A status 对吧 这样 你看 Git还是蛮智能的 他知道这个文件呢 你是在重命名文件 所以他最终呢 在暂存区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说呢 是Readme 要把Readme这个文件呢 进行Rename 变成Readme.md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流程 按照大家已知的这种知识 那我们需要做哪些步骤 首先第一个 工作目录里面要把Readme 变成Readme.md 这是一个步骤 其次 咱们得把 重命名后的这个文件呢 添加进来 然后 要把 原来的这个文件呢 要给RM掉 相当于 是执行了 三个步骤 对不对 正式的这个操作 有效的操作 应该是三个 Status这种 我们就不记了 那么 假如我们用今天 交给大家的做法 直接用Git命令的方式 我们看看可以怎么操作 那我为了把这个环境 复原成原来的样子 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是可以这么复原的 我不想保留 刚才的这个操作 我这个命令 在别人的眼里 是比较危险的 为什么称之外危险呢 就是说 我这条命令 一下下去的话呢 暂存区 工作路径上面的 所有的变更 都会被清理掉 所以称它为 比较可怕的 或者危险的命令 其实是这个意思 但是 我们本身就是想要 把我们刚才 这个暂存区 和工作区里的 这个东西 清除掉的话 它就不危险了 反而是有用的了 你看 我为什么会做 这样一个清理呢 这样就我们的 工作路径呢 是干净的 我们的暂存区呢 是没有什么东西 需要提交的 而且我们并没有破坏 Git的历史 你看 还是完整的 五个Commit 好 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说 我可以有一条 Git命令 来替代 刚才的三个步骤 用哪一个呢 就直接 Git 然后把你要变更的文件名 写下来 要变更成什么样子 写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 再用GitStatus看一下 对吧 跟刚才我们说 先变更工作目录的文件名 然后把添加进去 添加到暂存区 那三个步骤 其实现在就可以用一个步骤来替代了 是吧 好 那这个 请大家学会这样一种使用方式 如果你要变更文件名的话 请直接使用 GitMV这样一个命令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 本身我就是要把 LeadMe改成LeadMe.MD 所以 你看我这一次赞存区 Add的行为都不用做了 我直接就是Commit 然后把我要变更的原因写一下 我这里就还是字面的意思 MoveLeadMe去 对吧 LeadMe.MD MD这样 好 再咱们看一下历史 应该是新生成的一个Commit 就是这个Commit就是我们刚才 把LeadMe改成LeadMe.MD了 看了这一讲的内容 大家是不是觉得 在Git的世界里面 重命名文件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呢 好 课后请大家实际的操作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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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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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